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大家現在很流行叫做168 那請教一下婉萍 就是有的人真的用168 怎麼會越吃越害 就是應該是說 168減肥是真的有效啦 好 那就是可是有效要先講 就是譬如說有些人 他因為就是本來吃三餐 現在變兩餐 所以當然就會有效 那尤其是針對那種宵夜的人 他就會變成晚上的宵夜吃完 他就不能再吃那個宵夜 所以有些人這個也會有效 那沒有效的人 大概有一種狀態就是 他就會覺得 我16個小時不能吃東西 我那個八個小時就毛起來吃 那個毛起來吃的都不會瘦 對 但是我應該要分享說是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很大的看到的一個 另外一個狀況是 他可能瘦了 但是他胃就開始爛掉了 對 他就會 對 他胃就會開始不舒服 因為他其實禁食16個小時 往往就會變成你整個早上 是沒有吃飯的 所以就會變成那個早上 有些人那個早上沒有吃飯 就會變成他中午 可能才開始吃飯 所以變成他空腹太久太久了 那你知道我們的胃酸 其實是你沒有吃東西 其實胃酸還是分泌 他只是食物來的時候更多 那如果你的胃壁就是已經有破洞了 胃潰瘍的意思就是破洞嘛 但是不是你想就是那個上面 其實有一點點破洞的感覺 那如果你胃酸不斷的分泌 相對他沒有食物 他要分解誰 他只好分解對你的胃壁 所以相對他就會更差 那我是覺得減肥的人 如果你本來就知道自己的胃部 不是很好 不要從十六開始 你可以從十二十二 因為十二比較簡單 你就想你晚上八點吃完晚餐 你是不是等於十二點 第二十二個小時 第二天早上八點再吃 你就等於是晚上的宵夜 都不會碰到 那你第二天早上正常吃早餐 我是十六 我是一六八 執行很糟糕的人 我就十六小時都吃八餐 聽錯對不對 我知道另外一種意料嘛 所以他剛剛講十二十二 我很害怕 因為十二小時要吃十二餐 不過我們確實十六八 很多現代人是看到隔壁的人 親朋好友在做很有效就做 我都會建議有三種人 其實跟剛剛王萍講的很像 三種人我覺得你真的要慎重考慮 第一種就是胃食道逆流 或者是第二種都跟腸道有關 胃發炎 十二指腸 潰瘍 胃潰瘍 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你的胃已經早就承受不了 再更多的酸去刺激它 那種痛絕對會讓你 不只減重失敗 你的疾病又回來了 對 你也一六八 所以我也不能一六八 照意思說 對 再來有一種就是膽結石 你很難 對 你限制太多了 這個也限制 那個也限制 另外一種就是膽結石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膽 其實它會在空腹的時候 你的膽會膨脹 它的那個膽汁 會除在你的膽囊裡頭 它就在等待什麼 等待你有油脂的時候 膽囊可以擠出來 讓你去消化油脂 那你要知道有時候一六八 身體的心理的代償機制 你第一餐一定會給它吃好的 所以很多人第一餐 然後想了很久 不然我就去吃肯德雞 炸雞 炸雞腿 那當有很多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結石 剛好不幸的一擠出來 打到門口 你膽結石就變膽囊炎 那這些可能就會有些 急性的副作用 婉萍是有一個個案是 九十幾公斤 他減重該做的都做了 對 然後呢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在說 你受得很委屈 就是說女生受得很冤枉 有一次就是真的有 我看完那個名字的時候 我就立刻想起這件事情 就是我有一個那個減重門診 然後他那個時候 是九十幾公斤的男生 我已經忘記高了 但是因為他就是一個非常認真 他那時候大概二十九這樣子 然後每天都去游泳 早上都去游泳 超認真的 然後他就會傳他的三餐給我 他三餐其實有一餐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好 就是因為是上班族 所以有一餐就是便利商店餐 然後那有時候 我就會看到吃涼麵 其實講實話涼麵再怎麼那個 不能說那個牌子 但是就是有個吃了很飽的那個牌 那個大概熱量就 熱量算高 可是因為他其實我們那時候 去看他整體的消耗量 跟他的總熱量需求 他是OK的 然後因為我們做門診做久了 你就會知道這個這個門診的人 說的話是真話還是假話 你就會大概知道了 真的你就會覺得這太奇怪了 運動量又這麼高 然後其實三餐就是只有中餐不好 可是早餐跟晚餐很克制 很認真 怎麼不會瘦 所以我就覺得太怪 怪到我後來就跟他說 你這樣好不好 因為他看了兩個禮拜 因為兩個禮拜這麼胖的人 一公斤都不瘦是太奇怪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他說這樣好了 我幫你就是預約我們的門 嘉醫科 你去看一下嘉醫科 那我就跟我嘉醫科的醫生說 你幫我注意一下這個人 他的狀況 後來他驗完以後 結果他就是一個甲狀腺低下 對 而且他 對 所以他而且他甲狀腺低下 後來我就說你先不要來我這邊 你先去醫生那邊 你先去把你的甲狀腺先調好 調完三個月你再來找我 對 所以他後來就很順 所以就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時候你真的就是 瘦得很胖得很冤枉 其實是有很多的內分泌的問題 對 這就是很典型 對 那包含就是剛剛還像新妹說的 就是那個內分泌包含了壓力 也會造成很多很多種的壓力 也會造成你的裡頭的膽固醇 就是 不是膽固醇 就是我們的像發炎反應 就像是你沒有吃肋固醇 但是你吃了肋固醇 對 那請教一下 因為我看那個電視 那個大胃王 原來的女生 吃了幾十碗 真的很厲害 他們吃碗之後 到底有沒有去挖掉 這個問題可能要問大胃王本人 他到底有沒有挖 我不知道 但是這一題 我們確實是蠻好奇 你也好奇 我當然很好奇 因為我在想說 確實以他的身材跟他的這個 大胃王的身型 其實理論上是對不起來 我們先估計 到底說 他吃那麼多下去 他吸收以後一定會胖 對 可是這一題 其實我覺得我們反過來 因為我們本人應該沒有人 你自己想的勵志 就當大胃王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個 當作一個案例 我相信你生病 一定有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他很瘦 可是他不忌口 狂吃 另一種人是他超忌口 可是他一直不是瘦的人 是胖的人 我覺得只要你知道你是哪一種 你大概就會使你知道 你是不是有那個下面 要處理的問題 假設你是那種 比如過年期間大家都狂吃 我胖了兩公斤 你過了半年後 他又回到正常 基本上我覺得你是屬於 正常型的減重就OK 可是如果你說每次都永遠聽到 他再胖兩公斤 可是你永遠看他身材 就是一直往上走 那種型的 其實基本上不正常 我們確實有做過一個研究 真的科學家很無聊 他們就做各種很 你想像得到想像不到研究 他就故意給這一群人 故意給他比較高的熱量 看看說我高熱量 是不是就等於體重 他發現假設今天 我故意吃的熱量比較高 我們身體會有一些保護機制 比如說他就多走一點路 他會多燃燒一點熱量 或者他自己的身體就會產生一些機制 去保護他 讓多餘的熱量是燃燒得掉 所以其實能量手痕真的在 可能這個是個物理的說法 就是說這個能量 絕對不會憑空消失 他一定會轉換到其他東西 可是如果轉換不過去 代表他被你身體的一個地方 給吃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想 是下面的這一坨 冰山下的那一個大的冰塊 他才是你真正該處理的問題 那雅婷現在有想到 未來怎麼減肥嗎 我現在就是我有準備要找營養師 那我會回去再跟醫師研究 因為恐怕現在 其實是死馬當活馬醫了 就是飯前學糖三百多這樣 我連眼睛稍微模糊 都跑去看眼科 你說我緊不緊張 我當然緊張 當然緊張 敢不敢蹭體重機 不敢 真的也是怕 而且我也不敢讓我爸媽知道 我爸爸也有糖尿病 有可能家屬遺傳 對對對 有可能遺傳 但是我認為自己要負點責任 就可能肉類吃太多 或者高鹽高油 不太注意等等 可以講一下 你平常吃的內容嗎 我現在多半是外食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手機以案 對 然後 對 沒有 這陣子疫情 我是沒有接系的 然後手機以案 就可以送到家裡來 就很方便 那也就沒有再散熱量了 所以我現在等於 是不是也要開始 完全自己烹飪 二二四 或者比如說我現在的體重 可能應該要到兩千四百的熱量 才夠 兩千四百大卡 兩千四百大卡 對 不是一千二對不對 就是最少兩千卡 沒有 你現在熱量 可能如果你要達到 你的血糖下降 你可能要一千八到 一千五到一千八比較安全 然後譬如說 像我今天早上悶診 我今天早上都是糖尿病悶診 那我有個客戶 因為最近疫情關係嘛 所以兩個月 他也都就是在家裡吃 因為他平常那個太多太多的應酬 所以他就說他真的是在家裡吃 所以他兩個月瘦三公斤 就是自己煮 所以才瘦下來這樣 對 所以就是鼓勵你 就是趁這段時間 反正也不太能出去 趕快自己煮 然後我們就是照你剛才說的 二二四我覺得OK 那蛋白質提醒你 那個四就是蔬菜跟水果嘛 是 那你的二的話 其中的主食 我建議你吃飯 真的飯是最安全的主食 而且我現在只是糙米 很棒啊 很棒啊 對 我只是糙米 白米也不敢碰了 不是 對不起 我要更正一下 我不確定這件事情是因為 你要先去看你的腎臟功能 有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有些糖尿病 如果腎臟又不好 是不適合吃糙米的 那反而是白米飯最安全 對 那這個你下次回診的時候 去看一下你的腎臟功能 那在這段時間不確定 你可以用白米飯 OK 沒有問題 目前沒有 腎臟目前是 好 OK 那就好 對 三個月就一個月 你說你連膽固醇也有問題 對 膽固醇然後脂肪肝 膽固醇有多高 然後膽固醇這一次好像 我不記得了 但應該是兩三百也少不掉吧 兩三百或四百 標準是多少 兩三百或四百 這一百多吧 對啊 膽固醇現在越來越嚴 在糖尿病我們會希望在一個 一百以內 對 就叫低密度膽固醇 LDL 對 可是我的糖尿病應該是 是不是真的就是代謝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是建議你真的回去 跟醫生研究一下這個打針的東西 然後主食呢就是避免腸肉症 其實白飯最安全 麵粉的東西